現在進行第33條,請宣讀審查會進負二讀提案及修正動議條文 審查會通過第33條 洩漏或交付一第六條規定報警核定國家機密知識項者 初五年下有期徒刑 洩漏或交付一第六條規定報警核定國家機密知識項於外國 大陸地區、香港、澳門境外敵對勢力或其派遣之人者 處一年上七年下有期徒刑 因故事犯前何項之罪者,處一年下有期徒刑 居易或各貨並各信貸幣十萬元下罰金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或因謀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下有期徒刑 犯前五項之罪,所洩漏或交付署拟定等級 為絕對機密知識項者,加狀起刑至二分之一 時代力量提案第33條 洩漏或交付一第六條規定報警核定國家機密知識項者 處一年下有期徒刑 洩漏或交付一第六條規定,報警核定國家機密知識項 於外國或其派遣之人者,處一年上七年下有期徒刑 洩漏或交付一第六條規定,報警核定國家機密知識項 於境外敵對勢力國際恐怖組織或其派遣之人者,處三年上十年下有期徒刑 因過世犯前三項之罪者,處一年下有期徒刑 均一或各貨並各新台幣十萬元相罰金 第一項之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或因模範第一項之第三項之罪者,處一年下有期徒刑 犯前六項之罪,所洩漏或交付屬裏定等級為絕對機密知識項 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時代力量黨團說震動議第三十三條 洩漏或交付一第六條規定,報警核定國家機密知識項 處五年下有期徒刑 洩漏或交付一第六條規定,報警核定國家機密知識項 於外國或其派遣之人者,處一年上七年下有期徒刑 洩漏或交付一第六條規定,報警核定國家機密知識項 於境外敵對勢力,國際恐怖組織或其派遣之人者,處三年上十年下有期徒刑 因故事犯前三項之罪者,處一年下有期徒刑 居易或各貨幣科新台幣十萬元相罰金 第一項之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或因謀犯第一項之第三項之罪者,處一年下有期徒刑 犯前六項之罪,所洩漏或交付屬擬定等級為絕對機密知識項者 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國民黨黨團,說證動議第33條 洩漏或交付一第六條規定報警核定國家機密知識項者,處一年上七年下有期徒刑 因過事犯前上之罪者,處一年下有期徒刑 居易或各貨幣科新台幣十萬元相罰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或因謀犯第一項之罪者,處一年下有期徒刑 犯前事項之罪,所洩漏或交付屬擬定等級為絕對機密知識項者 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宣讀完畢 現在以登記順序發言 一位請林德福委員 主席各位委員同仁 我想今天我們在院會裡面來推國家機密保護法的一些修正動議 那我認為說應該要建立一個審查的制度 以保障憲法人權 因為本席認為說 洩漏國家機密啊 應該不分對象 都是法律所不容許的事情 那都是會傷害國家的安全 以利益的事情 那今天行政院的提案 讓同樣是洩漏國家機密的行為者 卻因為洩漏對象的不同 而有差別的待遇 那容易產生道德上的風險 那本席認為 不論是洩漏或交付機密的對象是誰 英語與縱華 行度啊應該都要一致 那以收到嚇阻的功效 另外 增列處罰預備犯或陰謀犯的規定 以防犯於未然 以鞏固整個國家安全與利益 所以說另外 絕對的機密 一旦洩漏啊 勢必會造成國家安全利益嚴重的一個衝擊 所以說 故有必要啊來加重其罰則 讓這些不法之徒啊 望之而卻步 那所以說我認為說 要建立整個審查的一個機制 以保障憲法人權啊 我想這是我們今天修法 非常重要的一環 以上 現在進行處理 本條例依修正動議審查會 經覆二讀提案條文之順序 依序進行表決 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案通過 即不再處理其他案 現在表決 時代力量黨團修正動議條文 民黨團時代力量黨團要求記名表決 時間一分鐘現在開始 謝謝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表决结果出席91人 赞成5人 反对86人 弃权0人 赞成者少数 时代力量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不通过 现在表决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 民党团要求记名表决 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表决结果出席86人 赞成23人 反对63人 弃权0人 赞成者少数 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不通过 请问院会 本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有意义 没有意义 第33条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最近他要求能比没有失败 sign 台湾河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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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lu